南韓世界旗王李士時一臉糾結 手微微發抖 在10號的圍棋對戰中 和AlphaGo陷入苦戰 還有眼見的網友發現 棋盤上竟然排出一個死字 好像在嘲諷人類 被人工智慧壓著打 最後李士時果然吞下敗仗 I'm just speechless looking at today's game it was a complete defeat He says AlphaGo played a perfect game 圍棋天才李士時和Google 開發的人工智慧系統 AlphaGo對譯 已經連輸兩場 他只希望接下來的三場中 能取得至少一次勝利 別讓人腦輸得太難看 早在近20年前 IBM研發的超級電腦深藍 就已經打敗世界西洋棋冠軍 就連世上最複雜的 旗類遊戲圍棋 Google設計的AlphaGo 也在去年8月連續5局 擊敗歐洲圍棋冠軍 還不斷學習累積經驗 升級速度之快 令人不敢置信 電腦和人腦間的終極起義對決 接下來三局李士時能不能扭轉形勢 引起全球關注 而人工智慧取代人類 甚至消滅人類的電影情節 會不會變成真 也再次成為討論的話題 記者許特宣報導 グッド 飛躍 會不會變成真 字幕翻譯